香港著名男明星谢贤,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 可以说谢贤是当年娱乐圈里的一代天王。 现如今,谢贤已经85岁了。 据说最近谢贤由于身体不佳公布了遗暑,财产分配自然也少不了前儿媳张柏芝了。 谢霆锋自然也没有意见谢贤甚至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也将小他43岁的女友安排好。 给了女友将近2000万的分手费。 女友这边是安排好了,但是85岁的谢贤还有很多事情放不下。 儿子谢霆锋,女儿谢霆婷,还有他的两个孙子。 如今最最让谢贤放不下的就是前儿媳张柏芝和自己的那两个可爱的孙子了。 因为谢贤知道,儿子谢霆锋和张柏芝离婚后就没有管过张柏芝和自己的两个儿子。 所以谢贤感觉谢家亏欠张柏芝母子太多太多,而且前儿媳妇张柏芝非常的孝顺。 张柏芝即便是和谢霆锋离婚后,还是会经常地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去。 看望前公公谢贤,这让谢贤感到非常开心,也很珍惜和孙子共处的美好时光。 85岁的谢贤曾经在一档综艺节目上直言,如果自己以后不在了,会把他自己珍藏了八十几年的盔甲送给,前儿媳妇张柏芝让盔甲保护张柏芝的安康。 谢贤还表示,自己的财产一半留给自己的女儿谢婷婷,一半留给自己的两个孙子和张柏芝。 网友们都觉得谢贤是个好老人,对张柏芝和孙子都很好,财产分配得非常合理。 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吗?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吧。 评论区见哦。 最后别忘了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哟。